大家早上,早上,未来20分钟,30分钟左右 我希望我可以透过这20分钟介绍一下 我们VMware有什么Network and Security的方案 是主要针对Data Center的 我叫Berenice,我主要负责就是 基本上VMware Networking和Security的产品 就是Business Unit的产品我都会负责的 大家戴口罩,大家辛苦不辛苦? 我想大家也不太愿意 但都需要戴口罩 前两天,我老婆拿个电邮给我看 她说,我们的保险早两个星期交那张单 有200元白鸡礼券,可不可以早点交给她? 我跟老婆说 通常不会这么做的那些保险公司 她都吃硬你了,为什么要叫你早两个星期 我打个电邮看看 看到,就不要说哪家保险公司 因为很敏感 不知道哪家就说有Data Laws 那个叫abc1234xyz at yahoo.com 你打开了? 她现在回答我 打开了,老公 什么情况呢? 过去我们在一年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都做IT 我们都跟用户说 那些电邮小心点 不要打开她,看了才打开她 我经常说的 我们100%跟用户说完 做了training OK的,个个都知道的 不过久不久 都会发现 有人按了一个按钮 开了一个PDF 按了一个按钮 开了一个exe file 然后呢 就有事发生了 那我经常都这么形容 大家戴口罩都知道的 我们要戴口罩 我们要洗手 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不过抗疫也真的有些疲劳 我们也要明白 那些用户也有疲劳 他们也天天看到这么多的电邮 真的不小心看到有个电邮 以为很危险 按了下去 那就开始发生事了 稍后我会有一个很简单 三四章章 我会说由这件事发生 到你的资料没了 到你中了 Ransomware 我们怎么处理呢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一次过告诉我们 发生什么事 什么时候发生 发生了什么 这个就是我今天最主要的话题 看过去这一年 有几个资料很有趣 我们发现被人中招的那些 其实大部分 大概60% 59% 都在内部发现 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内部发现 大家都有快窝 有没有客人 大家没有快窝 我想没有 我们的友好做快窝 做得很好 有 有快窝 但都发现 中了招 还在里面 不是外面进来 第一个 第一个 我的经验 你们的快窝 没有问题 千万不要觉得有问题 他们做得很好 不过 我们不知道原来有东西 进了 进了 到我发现的时候 为什么会在内部发现 因为它发作 在内部发作 那我就发现 通常什么时候发现 24天 根据我们的搜索 大概24天 为什么24天 以前有很多 黑客 他尝试去hack你的东西 可能他进来潜伏了很久 他想 看得到 tap你的东西 但是 过去我们这一年的搜索 你看到是短了 为什么呢? 因为ransomware ransomware要做什么? 勒索你 我勒索你 我会不会等一年之后才勒索你? 不会的 我进来 我有足够的informations 拿走了你 我就encrypt你的手机 然后我就传个电邮给你 给钱 所以 短了 时间 他们被发现 因为他们发作 所以你也看到 过去这段时间 超过25% 我们在说的 internal attack 其实都是ransomware 这是个大位 我们看到的问题 两个conclusion 第一 人 是帮我们每个organization 创造我们的business outcome 不过 他们的确是一个winkest link 你和我都会有抗疫疲劳的那一刻 那一刻 我们就刚好让他进来 我们要接受 也要明白 也要理解 这件事会发生 第二 我们要针对的 它发生 如何解决它 如何isolate它 这才是我们 我们做network security 做IT行业需要做的东西 不是说 安装了所有东西 没事发生 不是 正如我们 大家好 有病毒 处理病毒的经验 我们要trace它 我们有resibility 我们要如何isolate它 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令到它 我们有一个更加安全的社会 好 NSX是什么呢 一张图解析了 我们在所有你们的data center 里面 每一只的server上面 我们都安装了我们的hyperizer ESXi 大家都很熟悉的 橙色的 就是我们的hyperizer ESXi 我们在每个ESXi 里面 我们其实就 embed了NSX在里面 大家很熟悉ESXi 例如它有port group virtual switch 那个layer就是NSX 简单说 我将你整个data center 每一个VM 每一个container 在它接入network中间 塞了个layer 那个就叫NSX 而这个layer 是每一只VM 那个virtual network 接入network的时候 都有的 就像你们的口罩那样 传统的 门口有个file wall 哪个可以进入 哪个不能进 今天我们提供的 每个work load 都会进入一个file wall 能不能进入VM 能不能进入这个work load work load 是你们最大的access 在你的data center 里面 我就是将那个time meter 收窄到去perVM 那你们看到了 NSX这个layer 它是在hypervisor那里做的 意思是什么呢? 它不是在你的VM里面 装个agent 它不是将口罩上螺丝 在你的牙膠那里 在你的身体里 而是我在外面 当你需要的时候 我就提供了这个屏障给你 没有agent 也简单说 是transparent的 是transparent的 你会见到 我们implement这个NSX的layer 其实有几个function 今天我不会高负所有function 但有一个基本概念 这个NSXLayer提供了什么呢? 是一个stable的transparent的file 它是layer4到layer7的 稍后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去layer7 第二样就是 既然每一个VM 它出入都经过这个layer的时候 它是一个sensor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说 我们的病毒 在这里进去 出入关口 我们检测一下 它有没有病毒 想象一下 我们每个口罩 如果 很intelligent 每个口罩都 measure到你 有没有这个Omicron 的话 即时就已经检测到 哪个有哪个没有 7成24 任何时间都能检测到 我不需要找那个人 经过那扇门 经过那扇门 我才知道 或者做了一个检测 我才知道 你有没有那个病毒 我提供的是一个 protection 这个 protection是什么呢? 每个工作坊 在这个data center 里面 那讲NSX 我们要讲一下 如何去implement 那这部分 其实很快 我想给大家一个idea 留意一下 有游戏玩的 听说的 那 如果我要implement这个NSX 我其实很简单 我只需要在一个ESX那里 去enable它 我就已经可以做到 我是transparent 我不需要改 你们的network Existing的network infrastructure 我是不需要改 我就直接可以enable到 这个layer 在这个environment里面 你看到我的slide里面 其实是一个example的 如果你们 可能有些customer 遇过就是什么呢? 我有个firewall A的vendor 我想转做firewall B的vendor 那做什么呢? 我们找个firewall A的configuration 拿它出来 translate了去做firewall B 好了 把firewall B 将firewall B 做cabling patch好它 schedule 那个maintenance window 将它 flip 过去 flip了过去 可以的 那就可以了 不可以的 for back 再来多个maintenance window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这个经验 可不可以好些? 我们这个年代 如果用nsx呢? 我们的做法会是怎样呢? 我们是同一时间你可以有firewall 我继续走 我在我的workload上面 我加这个nsx的layer 而不影响你原本的firewall 我们可以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onboarding 打开了它 permit any any 开了个locking 知道你在做什么 然后 我知道你在走哪些traffic enforce policy 在每个workload上 直到我看到 原来你的gainway firewall 那些firewall rules 没有打开了 即是没有碰到 没有traffic 打开了它的话 我就拿走它 搞定 整个过程 我不需要schedule maintenance downtime 我是很seamless 这样 run in parallel 这个呢 一张浪费而已 我只是想 给大家理解 我们onboarding nsx在你的environment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记住 不用改IP 不用改内容的infrastructure 那 Inputment NSX 我们常常有三部曲 那怎么三部曲法呢 第一部曲 我们有个layer2 到layer7的firewall 第二部曲 我们可以什么呢 我常用这个例子 希望有些朋友没有听过 例如我只是 我可以跟后面那位朋友聊天 只是聊广东话的 其他人不可以跟我聊天 你要跟他聊天才跟我聊天 那这个呢 就是micro segmentation 只是说到广东话的 是什么呢 我只是说到 我和他只是说 Port 443 就是只行TLS HTTPS 他和我只可以说TLS version 1.2 1.1 我都不跟他聊了 1.2 刚才我说的东西 在我们step 1的firewall 我们已经做得到 第二 我们叫做step 2 IDS IPS 那位朋友和我聊聊聊天 说粗口 集不集他 集他 这位朋友 一个星期和我聊两次 为什么今天和我聊了十次 第二次的 behavior 不是很正常 我们也集了他 第三 到最后的 我们就会有一个叫做NDR 我太长气 已经告诉我 只剩10分钟了 第一个步骤 DFW Micro segmentation 我们可以把你们的work load 割掉 紫色的 只是紫色的 应用 绿色的 只是绿色的 应用 Object Place 我们可以根据 computer name 根据 tagging 很容易 我们能处理到 我们的data center 既然处理到的时候 我就可以 能处理到 一些再深入一点的 例如我只能使用SQL 只能使用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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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 1.2 做了这件事 在你的data center 你已经做了一个最基本的 List Preverage的 保护 我们经常说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这个就是最基本 我们要开始有的事情 你进了大厦 他只能去到10楼 他不能去12楼 逐渡门试 试试开不开 这是最基本的 做了这个之后 我们的data center 你就会看到很简单 我们很容易去partition 到我们的data center 我们可以控制到 进来是怎样的 每个application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去控制 有了analytics 你已经做到这些事情 给大家一个use case 这个use case 叫做WannaCry 如果我发现有部机 它中了WannaCry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一下 我其他机会不会有事 我怎样去止血呢 在这个moment 很简单 拿一条firewall rules 集完所有S&P version 1的traffic 所有 是所有 我再说一句 是所有VM 不是一只 不是在机位 不是在某个位置 我在每一只VM 它出来的时候 我都集了S&P version 1 目的只有一个 我想止血 我想顶着才行 我要做搜索 不过 我有一个工具 帮我处理这件事先 分析了问题 第二步骤 IDS IPS 我们做的东西很简单 Distributed 你一部是Ubuntu的 我只放了Ubuntu的Signature 因为是Distributed 你是Windows的 我只放了Windows的Signature 你是Tomcat 我只放了Tomcat的Signature 有什么好处? 两个 第一 第一 第二 减少的False Positive 好了 既然有了 这个IDS IPS 我经常都会有人问 Appirantly IDS IPS Signature Base 这些东西很旧 其实不用了 我同意 这件事是 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 不过 它为我们做Operations 带来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Virtual patching 你有一部Windows 你也知道有一个Patch 你也知道有一个Patch 不过你的End user 说我的Windows 不能停的 你给我两个星期 你做Operation 你怎么办? 或者你做Security 你会问 我有Patch 我的机器 我知道有一个Patch 它继续多多两个星期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你? 会做Patching 我在我的Layer上 我下了我的Patch 就是下了我们的Signature 先挡住它 那我就可以做到一个 Virtual patching的exercise 好 第三样 希望五分钟我讲完这个 第三样 我们会加多三个技术下去 除了IDS之外 我们也叫Behavior IDS IPS 也会有Sandbox 和有Network Traffic Analysis 里面的细节 今天未必能说到 会提升一点 不过我们先来一个 很有趣的情况 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Hacker 我的客户 他在找VDI 有个VDI的VM 他打开一个Email 被人安装了一个Back door 或者他有个Mineware安装了下去 然后他这个Back door 就在这个Data Center 周围看看 有什么资源 我可以利用 然后他走去 在VM上面 他会 接触一个Hacker 建立了一个Command and Control 然后找到一个Data Base 有Mondility 进去Data Base 那里 拿走你的Data 透过DNS的Tunnel 出了街 跟着 回头 安装了一个Ransomware 安装了它 接着你就看到了 你收到画面了 你中了Ransomware 刚才我做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在我的environment 是有NSX的话 我们一起看看 NSX的Console 会看到什么 这些字可能很小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 detect 到有两部机 两部机中了一些Mineware的File 一部机 你看到的紫色格子下面 有两部机 一部机的File 是中了Ransomware 一部机 它是中了Covid Strike 就是说它进来 它尝试用些Bacon 返回到外面 接触一个Hacker 然后establish 一个Command and Control 这个我们可以 detect 因为为什么 我有Sandbox 我不是单纯 只是在线路上 我有Sandbox 换句话说 你的File 下载下来的时候 我会先走到Sandbox 帮你去做一个inspection 第二样 你会看到 那个File 是从哪里 下载到哪里 这个很重要 除了我知道File 我会知道 到哪里来的 你会看到 我由Desktop VM 下载的Mineware 到Database 那个VM 我也知道 它是什么性质的File 你看到Database 看到File 是什么 Ransom Rear 你会看到 在我的Console 里面 我知道 这个File 有Ransom Rear 但我有其他的 activity 在我的environment 发现的时候 我怎样把它 correlate 其实是同一个 Attack 你就会看到 在NSX上面 我们会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帮你去correlate 刚才我说的话 包括做什么 backdoor install 你会看到 蓝色的三个波波 就是三部机 头顶的就是Hacker 下面的就是Desktop VM 右手边的就是Database VM 你会看到 一开始 有一个backdoor install了 然后你会看到 它establish了一个 command and control 回上去 用Covid Strike 你会看到 然后 它尝试做一个lantern movement 由Desktop VM 到Database VM 然后它用DNS CAD 的tunnel 把你的data 拿走了 然后再download 一个wansomware 下去 encrypt了你的手机 刚才我做的东西 在刚才那个bluepin 那里 我们就在一个console 看到 但当然了 我们很多时候做operation 我们想知道什么呢 timeline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什么时候开始有下load 三个小时之后 你会看到 做了lantern movement 六个小时之后 你会看到 它拿走了你的data 然后下了个wansomware 这个就是 NSX 如果当 在这个data center 的时候 我就可以提供到 这些 的wansomware 当然了 刚才我说的 为什么你看到 因为我detect mode 如果我是detect and protect 的话 那我就集了你 由你开始 第一下的时候 集了你 刚才我说的 整个配套 我们已经有些report 在外面 有些帮我们做了 有一家 外面三个party 帮我们做这个testing 我们唯一一间 做NDR NDR是什么 Network Detection and Respond 我们不用装A准 又不用落tap 只是你装了NSX 我就可以提供到 这个这样的visibility 和这样的protection 我们已经拿了 所以叫AAA rating 意思是什么呢 100% detect到 刚才那些mirear 包括了ATB 什么3 AT 那些fine 7 那些attacking group 第二 100% 你legitimate 的traffic 没有影响过 好了 这个是NSX 可以做到的事情 目标 我们希望 就是我们一个 比较holistic的approach 令到你们更容易去做一个soc 减低个foss positive 那小小回复 我们想做到是什么呢 你应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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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时候呢 按键 就有 这个是你的目标 那么 今天我就大概来到这里了 那么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我在后面 你们有时间 可以和我再交流一下 好 多谢大家 Thank you